你又不吃早饭了 今天上午医院有人参观 我怕来不及 拜拜 徐院长 你不能不吃早饭呀 我不吃 徐院长 你早饭是一定要吃的 否则会更坏的 我说了我不想 要吃的 一定要吃的 谢谢 媛媛 走 我们出去玩 走了 秦老师 那我先去做午饭了 走 偷吃媛媛的维他命呢 我在吃我的药 我们农村人 不爱吃维他命 吃饱饭就是营养 燕子 你怎么又偷喝主人的牛奶 让秦老师知道 多不好 你凭什么管我呀 你没看出来 哎 齐院长特别偏爱我嘛 今天早上 他还摸了我的手 我年纪大了 不想多事 可燕子 你动这种外脑筋 是要遭天谴的 睡觉都不得安生 你咒我 我干什么咒你 因为你不得宠 齐院长喜欢的是我 我 燕子 你多大 我多大 我跟你争什么宠 咱们做保姆的 要想得主人的宠 那就先做好事情 主人自然就喜欢了 别满脑子这歪主意 你凭什么说我 好 齐老师 燕子 你出去一下 我有话想跟赵大老说 嗯 赵大妈 我想问你一件事 齐老师您吩咐 哈哈 老保姆就是懂规矩 赵大妈 我是想问你 你觉得 陶燕子这小姑娘 怎么样啊 我不背后说人的 我 我不是叫你在背后说人坏话 我只是希望 你跟主人说实话 保姆跟保姆之间 最忌讳说别人的不是 大家出来混口饭吃 都不容易的 哦 你倒还挺仗义的 可是据我的观察 嗯 陶燕子对你 可是很过分的 那是他的事情 至少 从我嘴里 不愿意说别人半句闲话 嗯 好 我这儿啊 百块钱小费 买你一句实话 行吗 您把这钱收回去吧 我不会要的 赵大妈 我只是想过 你今天早上发生的事情 今天早上你也看见了 你说陶燕子 是不是故意的呀 如果他是故意的话 那我就觉得 他是在勾引我儿子 这怎么是钱话呢 秦老师 这种事 我真的说不上来 不过 我相信中国的一句老话 叫做日久见人心 既然你赵大妈也这么说 那我就再仔细观察观察 反正对这个陶燕子 我得严加防范 希望你以后 也给我留心一点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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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